市長 王委員長 市長 你們有沒有去做過統計 依照這個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來被罰的 有多少家? 違反的 然後你有沒有再去做個追究 這些被你罰的 倒了沒? 我們 有些已經 我讓你知道一下 十家被你罰的 有九家大概都倒了 因為我們的罰則 是以總金額的一倍到三倍來做罰則 那如果好我們以一般的常識 一個公共工程好了 他的獲利率給你更厲害 10%15%就不得了 一億的東西只不過賺個五百一千一千五 被你一罰就罰一億兩億三億 你看他這個公司還要經營嗎? 放著讓他倒就好了 這樣你能不能認同? 罰則的部分你要不要再做修正? 我的理解就是事實上他有些被裁罰 他就把他解散掉 所以說 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去支付 其實他長期累積以來的 這麼好的一個名譽沒有辦法 因為實在超乎他 他原本我的盈餘可能是5%10% 你一罰罰一倍兩倍三倍總工程 放著讓他倒就好 我幹嘛還繼續撐? 你的看法呢? 當然這個罰還的金額或者倍數可以再考慮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幾個委員大家都很堅持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請你們回去再好好的做修正 再來 有關於這個部分你們關係人的範圍實在太狹小了 你們第三條規定的關係人是哪些人? 一定的親屬 一定的親屬 對 再來呢? 公職人員之配偶 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公職人員之二等親以內 公職人員 及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對不對? 公職人員 第一款第二款還包括所謂負責人 董事 監察人 總經理之營業事項是不是這樣? 對 對嘛齁 那我再跟你探討一個案例 最近台北市啊 雙子星案就好啦 他們呢後來台北市議會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啊 那後來呢有幾個委員 議員啊 就退出 為什麼? 中工嘛 接收到政治獻金嘛 但是照理講 照理講喔 在我們的法裡面也沒有規範到他們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關係人的範圍 是太狹隘了 而且呢 你們是規範所謂的負責人 董事 監察員 跟經理 那真的要跟你高拐的人 我就用人頭就好了嘛 我幹嘛公司負責人用我自己啊 所以這個法的東西真的很多是值得去被檢討的 那過去我們說一人得到 要 駅犬升天啊 你們這個範圍一下去啊 一人得到全家失業啊 你怪不得馬英九的老婆啊 要快點退休啊 他姐姐也要快點離開啊 兩個女兒乾脆就不回來啊 因為我們所範圍的部分 你看他當總統 全國行政機關的交易行為 包括買賣租認承攬戶 戶役或者有償貸款 旅遊出版 運送等等 都不得參與 那本來做公家的 投入的 那他通通通通通都要離開啦 合理嗎 這樣的規範你認為合理嗎 所以我們認為目前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為必法是未盡合理啦 所以我們要檢討全版的檢討修正 然後再來我又發現你們法務部很大 真的很大 你看跟他無期徒刑 那表示說 罪惡 自己 結果法院一判七年四個月 再來 法有明定關係人 不可以 但是你們法務部自己的解釋函 又可以了 比如說 有一輛車子 被標售 然後呢 這個機關所屬人 去買就說不可以 但是呢 台九的 他們做一些優惠 他們員工去買就可以 那他們都是屬於關係人的範圍之內啊 那就憑著你們一張解釋函 有的就可以 有的就不可以 你們標準到底在哪裡 那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確實想要好好的把它 用法的部分來做規範 而不是說單單只是靠你們自己的 一張公文 你們的一張命令 然後就說有罪跟沒罪 請說明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法律 增列這樣的規定 好 那所以我們基本 基本上也贊成這個 呃 呃 呃 提出來的這個草案的這個 這個規定 例外的規定 本行是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部分採購法也好 都已經很透明了 然後呢 甚至我們現在電腦化也都很open 你要去領標 你要得到訊息說真的都很 很公開化了啦 那說真的如果相當的關係人喔 會想要去承擔這個東西的話 他自己也就要拼了 因為呢 因為他是關係人 所以大家一定會注目他 相對的 他就要更謹慎那個才對 所以本行會用一個修正動議 就是希望說關係人的部分 讓他也能夠來參與 但是這個機關 要做登記 這個機關 未來要跟法務部來做報告 用這樣的部分來彌補一些 不然真的是一人得當 全家都失業 非常多啊 而且真的是不盡不盡合理 這部分你有什麼看法 呃是 是目前啊 這個剛剛委員提到了 有些是過寬 但是有時候又限制過嚴 所以事實上確實是需要 充盤的加以檢討 確實嗎齁 那再來本席再請教啊 有關於我們 這次的走勢條例的一個改變啊 我想我們過去的法 應該都定的有點太簡單化 所以變成啊 這個 無痛無癢啊 累犯再犯啊 的機率是非常的高啊 那我看這次有兩個委員 他們提出的 第一個把走勢的東西 分類別嘛 第二個部分 應該是不是也要把它的走勢的量 也一併考慮進來 這個部分 市長你的看法呢 欸我 我們覺得這樣子 來分類齁 是合理的啦 是合理的 那在這邊我還是要 在另外一個事件齁 包括 因為我們沿海地區這個漫苗 非常的這個 吸手啦 吸少啦 那包括我們的一些農產品 一些農漁民 他們都是屬於比較所謂的弱勢單位啦 但是呢 顯然我們的一些國人 只要有利可圖啊 怎麼走勢都OK啊 那像包括這個漫苗啦 包括一些所謂的 那種苗之類的部分啦 包括我們一些水果啦 什麼一些科技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部分 在這個部分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讓他不至於 不至於說能走勢能夠 保障我們在地民眾的一些權益啊 跟委員報告好 這個這個問題漫苗好 因為因為這個價格啊 目前是高漲了 所以那要這個走勢到外國的狀況 很多 但是我們依照現行的走勢條例 對於這個農產品只有管制出 這個進口沒有管制出口啦 所以這個是這個有目前有漏洞 那我們未來再 是不是跟相關的單位一起來研議 對對對 怎麼樣把這個漏洞給填補起來 保障我們在地的農民跟漁民啊 不然這樣下去啊 說真的啊 我們的農漁業會倒啊 我們當然我們這個 陳志軸司條例管制的物品 我們當然會邀集相關的機關 當然包括農委會 那我們也會請他們來 一起來研議怎麼樣 來處理所有管制進出口的物品 包括當然包括漫苗 好 那最後啊 你這個 這個金額跟漲額這個部分啊 也要請你們一併來做這個討論 那另外啊 現在非常這個夯的這個淘寶啊 淘寶的這個部分啊 你法務部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第一個稅機啊 這個到底違不違反啊 這個海關的氣勢條例啊 我們事實上我想所謂的委員 蛤?一年四百六十億耶 我知道我知道 委員講的是說這個 事實上是用 而且是不對等的耶 不是在台灣地區來給付金額的哈 這個有沒有逃漏稅的問題啊 財政部已經注意到 那我們這個檢查機關啊 也會配合財稅機關 如果有違反稅間激增法的狀況 他不在台灣付款嗎 對 他用刷卡不算嗎 他一定是台灣在地人 一定是用刷卡的方式啊 所以老實講 這個是有交易的行為 所以應該割營業稅 對啊 所以 那所以 那是不是違反有沒有走勢 那這個是營業稅的部分 營業稅的部分而已 對對對 好啦這部分麻煩你們一併考慮 因為現在我們整整整體的這個經濟方式已經不太一樣了 是 那不能再用三五十年前的那個私物 入圍法令來規範現在 所以拜託你們 法的部分 請你把現在所有的經濟行為一併考慮進去